《脆痰廣州話》 一起催發一下 肥沙這麼奇的《脆痰廣州話》 話說昨晚阿Bio和一群老友 去了花天酒地喝酒喝到通宵 今早還要回公司開會 開會的時候老闆在上頭說話 一下頭就和屬地說了 什麼禍屬地休息呢 就是說一個人的頭 下垂就像熟透了的倒水一樣 倒水成熟之後是沉墊墊的 因為頭很重所以它墜落了 一般時候沉下去 風一吹來輕輕吹動 它就緊起一點 風一過就倒下 倒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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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中下中下這樣 所以和屬感頭就是形容人 睜眼睡 即是人睜眼睡到睜眼睡的時候 那個樣子和和屬之後 那個樣子一模一樣 於是形容人睜眼睡 當然黑眼睡 好像和屬感頭來黑眼睡 我們通常會說是中眼睡 這個普遍的說法 現在也有一種說法 叫做釣魚 你看看 該睡覺的時候就不睡覺 上班的時候坐在自己的位置釣魚 不是真的用釣竿來釣魚 也不是玩這個手機的釣魚遊戲 而是人就是由於釣魚 釣魚的時候中下中下 釣魚的時候的魚乾 就是中下中下 和這個和屬感頭 也是異曲同工之妙 當然你可以說成什麼呢 就是我上班的時候 眼皮打了膠 即是上眼染和下眼染 在那裡猛地撞著 撞著撞著 玉碎未碎的狀態 我們可以這樣做 你每天上班和屬感頭 你是不是來做事的 和屬感頭 這件事 如果是因為家裡有些事情 你私人的原因沒有辦法 而令你上班和屬感頭 這件事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現在不少年輕人 自己的作息規律沒有安排好 過去休息的時候不好休息 便想影響到自己的工作狀態 很多人說 這是誤注意身體 更加其實是一種 誤負責任的表現 對工作負責 對自己健康負責 更應該生為有規有律 脆痰保守法 一起出發一下 我下期一起脆飯